EBA 裡面 剛剛第一種版本是 Inputs and Box 加 Mailbox 第二個是用 Sales 第三個是錶單 這個錶單我demo 一下 其實我大概剛剛做了一下 慢快的 啟動錶單 它可以跳出一個類似像 這個錶單大小可以自己決定 你可以大可以小 可以要什麼 上面要放什麼東西都可以自己決定 裡面的話 包含就是比如說請輸入年齡 其實就是把這個再改一個版本 放到這邊來 OK 至於哪一種版本比較適合什麼情況 可能你就自己決定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 放Excel有Excel的好處 就是說你不用另外再開 但是問題是怎麼樣 它可能會跟資料 兩邊會混在一起 會比較沒辦法分得那麼清楚 如果說你想要讓你的程式 輸入介面獨立出來 而不要跟你原來Excel 工作表混在一起 你可以用錶單 這個另外第二個錶單的話 直接比較正式 而且可以做的事情還蠻多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上面這個錶單的話啟動起來 就是把這個再搬到這邊 上面的話就要年齡判斷好了 當我輸入之後 如果輸入65歲 按個Enter 不過它可能需要跳到這邊來 然後按個確立 撞你出來 OK 那一樣的方法 這邊可以輸入22歲 按個確立 可以變更 那像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程式也是一樣 差別就是說什麼 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輸入的部分換成這個東西 輸出的部分的話 換成這個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其實待會各位可以練試試看 在那個這個東西在哪裡呢 在一樣VBA裡面 你按右鍵會有一個插入的 插入一個 剛剛是模組 那上面有一道指令錶單 就這個東西 那指令錶單呢 它基本上按一下它 裡面它會跳有什麼 多大多小的錶單給你 比如說你這麼大 上面的話你可以去執行它 比如說你這邊插入一個 你可以按執行 它會跳出來 這個有點像 你多大多小 這個都可以去控制的 但是我們不需要那麼大 其他的話你可以這邊拉一個這個 這個叫Label 標籤 標籤的話實際上就是什麼 這個標籤主要是用來的 讓你顯示這個東西的 但是你拖拉之後的話 這邊關鍵有一些地方 這個東西它拉過來的東西很醜 所以你要了解 上面的 什麼呢 裡面的字叫Caption 屬性 這個有沒有 那另外的字的顏色是Fall color 字的大小呢 是Fone 所以基本上會改 一二三 這三個 這個Fone可能比較麻煩 它的按鈕 是在旁邊這邊很小一個小機關 在這裡三點有沒有 按下去才跳出來 所以有時候同學 他們找不到這個功能 那你就想 試試看 一個Label 兩個Label 這個也是Label Label主要是什麼呢 標籤主要是只能夠 顯示 只能夠去圍讀的狀態 不能寫 那上面這邊的話可以 丟資料的話要用這個 叫文字方塊 底下這邊有個按鈕 就是這個 叫命令按鈕 OK 所以基本上 我們主要是 用這個工具箱裡面 這個 這個 跟這個 當然還有其他的 不過暫時我們先 用不到 所以 還有工具箱沒事不要把它關掉 因為關掉的話你就 完蛋 不過沒關係這邊有個工具箱 按一下就出來了 在這裡 或者是說 檢視裡面也有工具箱 OK 也可以出現 可以找一下 另外 屬性的話也不要隨便關掉 因為如果屬性 糟糕 怎麼辦 那檢視裡面有屬性視窗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有關表單部分 今天主要就是幫各位了解一下 VBA他到底能做什麼 然後兩者之間怎麼樣從Python 或者到VBA 或VBA到Python 兩者之間沒有隔離 然後各有他的優缺點 再來就是未來 微軟可能在下一代的office裡面 把Python 直接加進來 但是還不確定他是取代掉 還是併存 這個就不得而知 或者是下一代 還是下下一代 這個可能還要再關注一下 OK 那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這個表單的設計